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凯文哈特图人ABC新闻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凯文哈特Cabin Hart 美国时间上周末在马里布山的一场车祸中受伤 当时,他的司机突然失去了对车的控制 据悉,当时车上除了哈特之外,还有另外一名乘客 去加州公路巡警场,哈特和他的司机 在美国当地时间周日早些时候,因严重被捕受伤,被送往医院 当时,哈特乘坐的普利茅斯索云 Plymouth Barracuda正行驶在马里布山的穆布兰公路上 不过随后,车辆发生了事故,掉进了一条沟里 美国ABC新闻获得的一份警方报告显示 这名司机因为加利德布莱克 Jerry的Black 司机并没有受伤 而另一个乘坐者是一位女性 她抱怨自己感受到了疼痛 不过报告中没有说明她的受伤情况 报告称,布莱克当时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 车,此离开了公路,翻过了背部的防护栏 三名乘客中有两人被困在车里 车朱凯文哈特和另外一名乘客 随后离开现场寻求医疗救助 朱凯文哈特的座驾严重损毁,无法辨认 出约每日邮报去美国八卦网站TMZ爆料 警方消息人士透露 哈特的车撞到了一道木栅栏 倒缓在一条距离道路10英尺 约3.05米的第二上 据TMZ拍摄的图片显示 车祸发生后,这辆车几乎无法辨认 车顶似乎完全被压碎了 哈特是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 他曾经出演过《勇敢者游戏》 《勇敢者游戏》二等多部电影和电视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